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了 新的领导核心也选出来了 而中国 中国共产党 包括习近平本人 下一个重大的事情 那就叫准备接待来自美国的客人 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只以了高度重视 甚至有人说 连十九大都为了这次访问往前提前了 说明中国对世界上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中美论坛的会长 也是我们的时事政治评论员 张文基教授 给我们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张教授你好 小凤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张教授 我们总统Donald Trump要来了 我看着看他这形成上来讲 当然了 按照一般的常规 美国总统到东亚来访问 一定要去南韩 日本和中国 当然 奥巴马例外 奥巴马两次都是单去了日本 而没有去其他国家 Donald Trump这一次 日本的问题我们放到后面跟大家讨论 这一次Donald Trump到中国来 中国政府上下是高度重视的 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对这一次 美国总统的手访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第一个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我们的总统Donald Trump 如果您觉得他到中国去 他主要的诉求 他显然不是去喝茶的 那当然 他有什么诉求 或者说他最想得到什么 最想得到就是在北韩问题上面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 使朝核危机稳定化 就是金正恩如何不要再乱搞 这是朝核问题的第一 第二点当时中美之间的 经贸的一些不同的认识 还有经贸的贸易的逆差 这是他第二个 那么其他的什么南海的台湾的 都是会谈的 我相信不是他的 至少从川普而言的话 不会是他主要的焦点 谈不着都为什么 谈不着为什么 现在形势在那边 你要怎么 对不对 那么但是在中国到台 可能川普要必谈 和中国可能要谈 你这台湾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那么中国可能会提出来 川普 前两天又讲了 他跟习近平有很特殊的私人关系 他讲了很多次 这个不单单是他讲上次还有一个谁 就是那个谁 他的那个什么 Tillers 不是不是 那个离开那个白宫那个谁 那个 Steve Bannon Bannon讲的 Bannon就是说 那么他也侧面的证实 这个对世界各国领导人里头 川普就是最高度认同 习近平 我要这个是一个好事 这是好事 那么所以我个人的认为是说 他这些问题 在他去之前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在 要不然他就 他就不会去 充分 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了 所以我并不会有任何的 感觉到任何的意外 OK 就是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中国人也会打太极 你讲什么 那个 讲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贸易逆差的问题 然后 他一一化解 OK 然后有退有进 OK 这个 但朝核问题是躲不了的 你认为朝核问题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显然 动武现在是中美双方 都认为不是一个 起码不是目前的首要 这个主要手段 政治解决 还是朝核问题解决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两国应该说是有共识的 美国希望中国做什么 或者说中国能做什么 我想美国 希望的就是说 中国应用它的 不管任何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地理上的影响力 或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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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l上面的影响力 让 经济能够 跟 美国 就是 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再放他们原子弹了 然后就飞弹了 OK 就威胁到 至少都不能放个原子飞弹飞到官岛那边去 OK 他这种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你就逼着没办法下台了 OK 所以呢 我想 我个人都一直认为 我朝核问题 很荒谬的 这荒谬的形象就是说 朝鲜这么一个小国家 是一穷二白 是 这个搞得 你拿什么来自卫 联合国 世界各个大国 各个大国表面上都有共同的认识 OK 朝鲜半岛无核化 OK 要和平解决 政治解决 美国也承认要政治解决 朝鲜是用什么 有什么底气 什么力量 可以 挟持 这么多国家 那维帘这些国家本身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共识 那么 这才是根本 那么 今天 这个安倍 又在日本将来会有 这个重复 日本的 这个废弃 这个改变 和平县法 加速 这个 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 然后日本的智慧队 可以从事 一些一般正常国家 所拥有的权力 我觉得这个是 不思不可打 这恐怕也是朝核问题 也是给他这问题加了温了 是啊 朝核问题也是起到了某种的这种这个帮助的作用 但是 我按照中国角度看 中国必须有个认识 中国想从朝核 朝鲜那边得到什么 OK 现在事实上朝鲜的过去的朝核的一些发展 对于中国讲 是造成很多不利的 你不说好 假如说 也不能说什么 那个美国的那个萨德 是完全因为朝核 也许没有朝核 美国还是有可以搞萨德 是 但是萨德给了 不是 朝核给了一个萨德 一个 最好的借口 最好的借口 得到了朝鲜 既然日本人也大多数 很明显 这是安倍选举很清晰看出来 能得到大多数日本选民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面 必须要绝尽所能 能够促成这个东西 那么中国有 我相信中国有能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中国在朝核方面得到妥协了 必须要相应地得到美国 对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克制 OK 然后这个必须是要很清楚 我总统是愿意这么做的 我讲的是川普是愿意的 川普是 而且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川普的民调不高 百分之三十几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川普会是一个成功的总统 而且这个关键的测试期 就是今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它 这关键是税改能不能过了 税改 在国内税改 在国外就是朝核 那么川普的叙利亚政策 现在基本上是成功了 比他们欧巴马时候好多了 那是 起码美国可以主导了 对 美国现在主导 现在的ISIS已经 在这一年多以来 ISIS在伊拉克被消灭了 大陆 叙利亚也接近完全消灭了 那么美国有没有很多上网 没有啊 是 这就为什么它用对了人呢 它用对了两个 用的Matters跟那个Domford 这两个都是陆战队的 的那个 将军 将军 而且呢 他们用了最少的美国的兵力 他用了什么 把陆战队的一个 这个一个炮兵 加强炮兵营带过去 然后呢 用了很多的美国的这种 这种 等于是炮火观察员的 联络员啊 这个炮火支援的人 它证明它很成功啊 是 现在 在一年半以前 谁敢想说他们那个 埃塞斯会这么惨 现在没有 但是最主要是什么 即便是埃塞斯在叙利亚被打倒了 可是主控了叙利亚的 就变成了萨德和俄罗斯了 而美国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我不把你埃塞斯搞掉 你也不能来完全主导 所以美国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非常成功的 在消灭埃塞斯的同时 也把反政府力量 也扶植起来了 是 所以这样让叙利亚问题 就变成了美国越来越有发言权了 所以现在 所以说在叙利亚问题方面 在埃塞斯这个方面 它是成功的 那么 美国今天很多川普面临的问题 就是两党的既得利益阶级 对它的层出不穷挑战 最近很多例子 那是 那个佛罗里道那个女议员叫什么 无中生有了 无中生有了 不是 你不能叫无中生有了 起码是小题大做了 我就是说 美国当你 这些美国的社会里头 当你变成了一个 不 要不论死 就是论死 变成把大家 指的 对方的鼻子 是这么那个破口大骂 这就已经代表美国本身的内部的 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 你想想看看 你必须要承认几个基本上的事实 对不对 川普 作为一个总统 很多总统是不打电话 他打电话去 本身应该是好意 尤其他表达的不好 不管怎么样 他确实无法记住美人的名字 怎么才记得名字 不可能是 而且川普的讲话 现在那个 就是说 首先这是一个 首先承认这个 总统给你打电话 是善意的 对不对 起码是一个honor 这个honor 善意 OK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他打电话来 来让你生气 他不会引上的 对啊 他就不会引上的 那么这些人 拿出的一个议员 这是个personal 跟family的谈话 你在帮里面听什么东西 第一点 OK 听出来 然后再骂 而且那个议员很妙了 这标准的某些黑人的议员 没错 我现在变成这个rockstar了 我很高兴了 我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了 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yes 美国这个士兵为什么会造成死亡 需要不需要调查 当然需要调查 对不对 但这是两个事情不能混在一起 总统给你打电话 他是一个是发自他这个表示尊重 你现在把他变成 那美国的很多那个媒体的 把他变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 所以让那个什么 John Kelly 那个白宫的幕僚长出来讲 对啊 就其实呢 其实如果到 John Kelly讲那番话以后 如果我们总统不再画上 天出气的这件事 也就解决了 但是anyway 重要问题是说 虽然川普总统在国内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对外政策上 可以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或者说是成功的 当然了 也有很多的批评 在对华的问题上 美国虽然国内还没有形成共识 但是基本上 大家认为交往还是为主的 休息一下 张教授 说到这个我们总统的对华政策 我在今天的消息 今天消息面上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现在美国很多的媒体就说 现在谁主导对华政策 大家都来问这个问题 因为有人说 是我们贸易代表 是我们这位UCI的教授 也有人说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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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 根本就不是 是我们总统的这个特殊顾问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女婿 但是不管是谁 问题一路上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美国国内 甚至我们总统内部 还没有完完全全 形成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这个 大方向 大方向或主导人 也说依然存在的很多 不确定性 我要OK 我同意这个观察 那么就提了认自己的表态方面 也常常有矛盾 没错 他自己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 说要 30年50年 然后有个说 他把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种这种 中国大陆的一些 一些官方的话 我那个 他自己来 投一次 应用什么 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奥巴马 是 是绝对不提的 那么他现在又提什么南海了 中国威胁了 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呢 本身提了什么本身 没有 他是个张人 不 他自己啊 我想说这代表美国的内部 美国的共和党 民主党两位 有一 两党内 都有一群 非常根深蒂固的 这种对中国 采取意识形态敌势 或者要 等于说是要把它 要封 要这个围堵中国的 这种力量在里头 那么 那么也有一批一些人 就是包括了 华尔街的许多人 希望跟中国保持 很好的贸易关系 他们中间也可以 特别是当中国现在 要金融界各种方面的 这种 这种要要要开放的时候 大家都摸钱插掌 对不对 像争取到最好的力 所以 要我看的话 这些华尔街的人 还是会占优势 因为这是美国过去的 几十年来 历史所形成的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公司 那么你刚刚说的 U.C.E.L.Y.那个教授 那个教授早就没人 他可能将来说不定 Navarro 说不定将来 他会被扫地出门了 但是这一次很有意思 谈到中美关系的 都在善意或者说 都在明确地 为中给中方提出一个 他们的观点 那就是说 他说中国不可以过分地盲目乐观 对于中美关系 他认为 他认为 当了川普内阁的 或当了川普总统本人的 这种对华关系的不确定性 依然是中美关系 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他认为就是说 不一定说是一定说 这个绝对的 因为他到现在 他说了到现在 我们帕兰自己国务院 东亚助理国务卿 这个最重要的对华官员 他都没有任命 他说我难以想象 就是说他有多高度的重视 中美关系 这个我 你怎么看 我觉得 站到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 他这两个方面解释 一个从正常的政治运作讲话 你这个官员 这个特别是主管政策的官员 应该要能尽早地被任命 当然了 那么可是 任命一个官员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说大概你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可是川普的角度可能是这样 你看他做什么生意 他一直做生意 他生意上很成功的人 他就是 他说我是一个最好做交易的人 他说 I'm a salesman I'm a good salesman The best dealmaker 对 他是最好的 Dealmaker 那么所以他的讲是说 他讲说 美国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官僚系统 太多人 太咏肿了 太咏肿了 我不要那么多人 我干完干成事 这是他的讲法 到现在国务越来越来越败了 他从他有一些 这有一部分 这方面的考量在里头 还有一方面 可能他也是 他对有些现有的 像董云商 本来应该扶赠 他可能有些保留 或者内部的人也保留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 川普认为说 大的国际事情 他要主导 OK 显然是他 他要主导 那么在中国这方面 在俄罗斯方面 他遭遇的困难 在中国这方面 我觉得 他所遭遇的困难的程度 会比较小 那么 当然会有变识 但是我是这么看 我觉得川普的政府里头 真正让川普的政府 能够有效地运行的是几个人 就是三个陆战队的将领 加上一个国安的顾问 麦克马斯顿 陆军的将领 这些是 这些是 核心目量 能够deliver 那么 那个 经济方面 他团队也还可以 那么 外交方面 Tillerson跟他关系 现在 这个很微妙 有一点 有一点不太愉快 所以我就想说 在对华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问题 上面 川普是想 是特别主导 那么川普 作为一个生意人 他对中国 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恶感 他强调了 主权国家 习近平为他自己的 为中国 做中国梦 我做美国梦 我们俩都为中国好 这是not the wrong with it 对啊 本来你是国家领袖 你应该为本国好 所以他说 OK 那let us make a deal right 你能够提供什么 对我满意 我提供什么 他完全是 从这角度来看 在这种前面看 我觉得 未必是 对两国是坏事 你最怕有些 这种意识形态很重的人 举个例子讲 你跟任何的 如果说你们两个宗教的 极端 两个宗教的 所谓基本教义派 不同的宗教的人 OK 或者同个宗教里头 不同的教派的人 如果两个都是基本教义的话 你没办法谈的 对不对 是没办法谈 那么现在 这上吵架了 对 我说现在这个 川普的用人方面 这几个将领 都是务实派 那是 你看这叙利亚的事实做得多好 他打仗的话 所以他们并不愿意战争 因为战争的话 他是不愿意大规模战争 那么但是他们如果要打仗的话 基本上是打一个有把握的仗 那么他的财经团队 也是这个也是务实的人 那是华尔街的一帮 很务实的众 对 所以川普自己也是务实的人 所以从这种角度看的话 他的任何的结果的话 应该务实的人应该不会犯太大的这种错误 那么川普的最大问题 就是他那个嘴 他的手 他常常喜欢就是不必要的惹这些事 他在国内的一些政治讲话的政治不正确 经常会给自己惹到一些麻烦 其实未必他做错了 很多事情 你也不像一个总统之尊 那么跟那么阿妈阿狗 天天那么在对场 而且尤其跟媒体对着干 那真的是让无聊的事情 他可以 他需要可能在今后的这些想要认识一下 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少要晚一点 他不要退太多 但是他因为他成功就是因为他我不退 OK 可是他必须要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川普跟习近平没有意识形态冲突 两个人都是务实 两个有高度的互信 高度的指导 高度的认可 川普的团队中间最能干的人 都是一些务实的人 那么这是给川普的政府保持稳定的 最大的意义 川普今天不成功了 都是因为跟国会议员 跟他搞那些东西 搞了国内的政治 当然了 甚至还闲得没事 跟一个一个football的球员 他去谈 你这搞得原本天下本无事 渝无人治疗 当然 这是他这次访法 这次访法 他有一个插曲 这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现在没有得到川普的证实 那就是说 他的女婿和女儿 在他的整个东亚行当中 是不参加的 只有他的中国行 他去参加了 有人说 并不意味着 他favor他的女儿和女婿 在中国之行 而是说 从全球的利益角度看 川普认为 中国的未来 跟美国的利益关系 将会比日本更重要 对 肯定 这个肯定 我们上次也谈了 这个 从十九大以后 从这客观的 客观的这种 世界的形势来看 中美是有竞争的 因为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间 能不能够理性的 很温和的 和平的转换 一个成功的例子 就是美英之间的关系 但美英又不一样 美英又有共同的 这种 西方的思想的 共同的根源的背景 可是呢 中美之间 大家都认识到 今天的 这个 这个 不有的 的出路 是彼此 和平 彼此 求互利 那么这点 在川普的 的 的意态里 表得很清楚 其实奥巴马刚开始 也是想这样 他提到基督了嘛 对 可是 可是奥巴马 for whatever reason 后来被人 是被他的这些 伴交团队嘛 就像小布什一样 小布什的话 当初是绝对 他开始 是坚决不干涉 国家内政 结果他打了 他造成了 美国历史上的 几个大的 大的灾难 对 所以我想说 但是川普 作为一个 非常强势的领袖 这种事情 他的个性 就让他决定 他不可能会像 不 会像那个 欧巴马一样 那么如果你看 客观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中美之间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感觉 我认为 这个中美的关系 至少在川普在的话 应该是 manageable 而且是 可以有 慢慢比较好的 那么第一个突破点 就是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 如果两边 能够合照解决 对川普是个大利多 对中国的 周边的关系 也是一个大利多 当然了 朝核问题 会是两国元首的重点 但是 更多的 大家更多的关注 还是两国 在经贸上的合作 美国要求 这种不平衡的经贸关系 有所改善 中国希望美国 开放更多的 高科技市场 到底两者 能不能够 在某个地方 达成一种 共识 和合作 双赢 这对两国 都非常重要 时间关系 我们再修一下 但是 不过 双赢 下 你能够